我覺得還是蠻困難的 因為現在這個俄乌戰士已經進行到 快要半年了 五個多月了 二月二十四開始 五個多月了 那現在的這個情況 讓人家感覺到 讓各方就是參戰的跟非參戰的 都感覺到是說 好像現在你這個俄乌戰士 一直在這邊歹系脫膨 而這個戰士所引發的後果 它的強度 它的力道 反而可能還超過了這個戰士 因為這個戰士現在看起來好像 這個愛打不打 小打大打 都很難讓人家估算 現在可能的話就是說 你現在是一個小打的一個狀態 是不是有可能立刻升高 到一個大規模的這種戰爭 這個東西我們也很難估計 可是我們剛剛談到了 就是現在交戰的 就一方面是美國跟這個聯合國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俄羅斯 他們現在還是有一些交集 也就是說我們還是可以談判 還是可以交換 那交換什麼呢 當然就是我們剛剛談到了 這個飛地的這個問題 那另外一個呢 當然西方國家他們都認為說 你俄羅斯你封鎖黑海 讓這個糧食出不去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而這一個呢 是俄羅斯現在非常有力的籌碼 那所以說在這個問題上面 那如果說俄羅斯可以 稍微的鬆動一點的話 因為這裡頭有很大的這個空間 它可以鬆動一點 它也可以鬆動的寬度 這個比較大 那所以說呢 現在的這個情況呢 我覺得俄羅斯 它還並沒有說它佔下風 它還站在一個最起碼跟對方呢 還是一個平等的這個地位 而它的這個火藥 它的這個彈藥源源不斷 那西方國家呢 給烏克蘭的這些支援 現在看起來好像又慢慢到位了 那前一陣子呢 是差別很大的 那到底你現在的這個彈藥 是不是能夠敵得過俄羅斯 我覺得這也還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所以說現在呢 俄羅斯開始來慢慢慢慢放出一些風聲 說我們可以來談 到時候是怎麼樣談 到底會有些什麼樣的狀況 譬如說俄羅斯又說了 他說我可以開放 可是呢我要上去檢查 檢查你這個在運輸糧食的這些船隻上面啊 會不會有走私武器 那所以說它還有很多很多的條件 你像這個土耳其 土耳其也說好 我讓你這個芬蘭跟瑞典你加入這個北約 可是呢你如果說你釋放給我的這些恐怖分子 如果說你沒有辦法達到我的要求的話 我國會還是不會通過的 我嘴巴講一套 那實際上是做另外一套 所以說現在俄羅斯的這個情況呢 我覺得也非常可能是這種情況 意思就是說我讓大家西方國家都覺得說 你看我是非常人道的 可是呢它在這細節上面 它還是可以抓你的小便子 那然後呢進行杯葛 就是魔鬼常在細節裡的 常常在原則上同意 但是在技術上反對 但是又杯葛你嘛 不過我想美國大概也真的沒想到 全世界真的是很多時候 你真的唯恐天下不亂的結果 就自己先亂 你現在美國鼓勵烏克蘭 到現在為止也不要它鬆口 那這樣打的結果 油價上漲 糧食價格上漲 美國昨天公布了六月的CPI 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九點一趴 各位這是四十年以來 美國物價上漲最多的一個月 好了那跟我們台灣什麼關係 美國人管理的去死啦 不是這樣啊 你台灣也受到影響啊 因為美國為了抑制 這通貨膨脹 所以美國的利率就提高了 利率提高台灣的外資就跑了 外資一跑以後 台灣的股市就崩啊 所以現在國安基金 現在一萬四還要來救啊 很多股民就損失慘重啊 怎麼沒有影響 我只舉一個最簡單 最表面的例子就知道 那個深層的例子還不用講了 至於什麼這個價錢漲 那個價錢漲 美國光糧食跟能源的上漲 就造成它CPI到9.1 相當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油價能夠下跌 糧食能夠下跌 美國立刻起碼下跌 一半以上的CPI 就打上打出來的嘛 就是這個樣子啊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ή河 遠短的 此可 掌握 訓練 有 誒